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Hi 我是Joy Simon 讓哲學進入經營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我們接下來談矜持哲學第49條 具備真正的勇氣 我們經營企業在一開始都具備了無比的信心 跟所謂的理想 在經營企業其實最重要的其實是人員 所以開始有了除了企業創立者之外 有新的員工來進入的時候 我們就稱它為所謂的企業開始經營 當我們開始經營企業的時候 我們會面對著內部跟外部的壓力 特別是在內部經營工作上 有時候為了不得罪人 就不會去提醒員工 是不是哪邊做錯 或者是同事哪邊做錯 甚至老闆本身就犯了嚴重的錯 底下的員工也不敢提出來 我們必須要去把這樣的狀態 必須要改正 我們今天要談的勇氣 不單單只是為了要糾正正確的行為跟想法出現 而是我們在經營企業的時候 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想要面對這樣的困難 第一個當然就是必須要有勇氣 不僅僅是企業領導者必須要有無限的信心 最重要的是全體員工都必須要有無比的勇氣 如果沒有辦法始終讓自己具備無比的勇氣 那一旦遇到各種挫折甚至小小的挫折 都有可能讓自己的工作效率打折 因此我們想要克服困難 我們想要面對所有的挑戰 我們都可以處之戴然 我們在內心當中就必須要具備勇氣 甚至可以主動的去挑戰各種不可能的工作或者計畫 我們常常在講 我們必須要正面面對困難 必須要超越困難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必須要主動去找困難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隨著年紀的成長 如果只是讓在臉上增加歲月的痕跡 那其實對我們人生是沒有幫助的 年紀的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有所謂的收穫 隨著企業的資歷越來越提升 我們也必須要讓自己的企業逐漸的強大 因此企業領導者必須要時時刻刻 來引導的每一個員工 都要讓他們具備勇敢 具備強大心性的這種勇氣 這樣子企業才能真正的 紮實的來向前邁進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 webTV webTV